哈喽大家好 我是Kelby 今天这一个新闻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来看这一个新闻 首先安华告诉我们 为了避免这个国债留给后代呢 马来西亚是有必要要降低 开销预算的比例的 听起来很深对不对 我们简单讲一下 安华告诉我们 马来西亚是长期入不付出的 那具体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呢 安华就说每一年这一个开销预算的比例呢 会高于我们的这个收入5.6% 简单来理解就是每赚100块钱 我们就需要花105.6 那长期这样子下去的话 国债就只会越来越高嘛 因为你长期入不付出 所以安华的这一个想法 或者是他想要推动的就是 在今年把这个开销比例呢 从5.6%降到去5.3% 然后呢在明年再降到5%左右了 所以这个听起来很好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 安华非常的委婉的 就告诉我们要重组这一个补贴计划 那在安华的这一番论述里面 我看到的补贴是需要重组的 就有四件事情 分别是汽油 白糖 医疗 以及朝圣基金了 那这个朝圣基金是穆斯林 能够跟政府申请这个补贴 去朝圣的一个补贴 那跟非穆斯林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关系 所以我们本期视频呢 就只着重于医疗 汽油 以及这个白糖 因为它跟所有人的民生课题呢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医疗 医疗呢 那安华就觉得现在这个医疗体系啊 政府的补贴是给全部人的 那换言之 所有的人呢 你都能够享受非常低廉的价格 甚至是不需要花钱 都能够去到政府医院 享有这一个医疗服务的 安华就觉得 这个富人呢 可能可以付更多一点点的钱 以便呢 政府能够省下这一笔钱过后 来推动其他的这一个卫生课题了 那比如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一个案例了 可能政府会有更加多的这个项目呢 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 哎 讲到这个糖尿病呢 我们就不得不谈这个白糖补贴 安华就说这个白糖补贴呢 其实啊 也是需要去动一动的 因为政府补贴白糖越多啊 其实就会变相的 让这个糖尿病呢 会有这个病患的病例更加高 因为这个糖便宜嘛 所以很多人呢 就吃糖 这个就是安华大开的意思了 可是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其实这个真的不好说 我们其实之前大辩论有讨论过 这个课题非常的深入 但是今天的这个影片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假设这个白糖补贴被政府砍掉一部分的话 换言之你最直接受到的影响 就是可能这个饮料会起价 这个咖啡馆的咖啡 可能这个白糖起一毛钱一公斤 他就给你起一毛钱一杯茶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情况 他对于这个名声课题有没有直接的冲击 有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冲击呢 不比接下来这一个也就是汽油津贴的这个动刀呢 来得更加的猛烈以及剧烈 因为安华觉得在这个汽油津贴的制度底下呢 穷人跟富人呢都是享有同样的津贴的 他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效率以及不太公平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安华就说 诶这个穷人能不能够打贵一点的油呢 我们把补贴就补给这一个可能比较需要的人 这个理论上来讲是一件好事了 但是我觉得它是非常难去实行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汽油它不像白糖 它不像医疗 它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嘛 白糖还有医疗它是单一体系里面的一个环节 但是汽油呢 它是涉及民生的方方面面的 比如说今天如果这个汽油价格浮动的话 所有的成本都会高涨 那这个运输啊会起价 一旦运输起价呢 其他产品其他商品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 那因此呢 只要你动这个汽油补贴 就肯定会导致这个通货膨胀进一步的加剧 让这个民生客体呢 更加难以被妥善的解决 那这一点 我觉得安华如果他真的想要动刀的话 他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 来去辅助这一个过渡期 否则的话你什么都不做 就单单砍这一个汽油津贴 那我觉得这一个政府呢 下一届应该也不用当政府了 肯定会被推翻 所以我这里大胆的猜测呢 有几个东西安华是肯定会做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可能会再进一步的降低这一个企业的所得税 那这样子呢就能够告诉这只商家 你可以起价但是不要起的太过分 因为虽然这个汽油没有补贴了 但是这个公司所得税呢 我已经降给你们了 所以你们好之为之 这个应该是会在进一步的推行的了 在下一次的这个财政预算案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 这一个安华的主轴啊 应该会去补贴这个所谓的电子车 也就是EV OK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这个电动车 能够进一步的在马来西亚普及 你才有可能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呢 把这一个汽油津贴给砍掉一部分了 否则的话就是这个汽油价格又飙升 那如果人民没有替代的选择的话 那你被迫一定要驾这个汽油车 那肯定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政府呢 应该会啊 就是这个罗伯家大棒呢 同时进行啊 这里砍掉一点的汽油津贴 那边呢就给你补贴 让这一个人民呢 可能慢慢的 或者是在几年内呢 过渡到这一个所谓的电子车 那当然肯定很多人讲 这个电动车呢非常的昂贵 但是其实市面上呢 已经有非常多的公司呢 开始研究那一些价格相对比较清明 然后也比较这个所谓的 比较能够让人民负担得起的 这个电动车呢 应该都会在这几年陆续的问世了 那前阵子呢 这个刘正宗在接受BBK访问的时候 他也是有提到这一件事情的 因此这一个所谓的电动车的普及呢 应该也是安华政府 在他的这一届任期以内呢 想要推动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政府其实有大力的在推动 这些所谓的绿色能源 这个东西已经是一个大势数据了 而电动车呢 其实就是在这一个环节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只有这一个政策 还有项目能够落地呢 马来西亚才能够真正的摆脱 这一个汽油补贴的这个硬霾 否则的话 这一刀砍下去的话 真的是会非常的难受 那希望讲了这么多呢 能够让大家了解 马来西亚未来具体的这个发展方向是什么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